应该说在这方面的我们高度重视中高考的相关工作 就目前来看我们时间没有做调整 但是各项防疫的要求肯定根据疫情的这种变化要做动态的调整 但是好在我们前期也都有相应的这种工作预案 想级别调整之后 我们抓紧研究的工作包括像考场的布置 考点的防疫标准和要求 包括配套证件的发放的方式 以及坑和组口人员的健康的要求 怎么做监控怎么提出要求 所有这些请家长们放心 都在我们整体的计划和现在动态调整和研究的范围之内 那么一旦形成了我们最终的方案 会第一时间那么向您传达向您部署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我们整体都有这方面的这种考虑 确保这个不会耽误考生的考试 同时呢也能确保这个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要求 健康是第一位 在这里呢 还要特别提一下 可能高三的同学和家长更加关注的是 本周六马上就要进行的高三的英语机考 听力机考的问题 那么这个本周六的英语的听力机考还是如期进行 如期举行的不变 其中呢涉及到考场的分布 防疫的要求 以及处在居家观察 包括封闭小区内的考生安排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 都在我们的计划方案当中 今天中午 这个方案和总体的部署 就已经到各个区和各个学校和各个考点 所以呢 不管是什么状态 现在在家的考生和家长 您都不用焦虑 今天部署之后 那么这一两天 就会迅速的传达到位